過年期間疫調沒停 台北市長柯文哲未落疫調人員 確實疫情發展天天都有不同狀況 北市接連發現陪小孩隔離的家長 跟著確診 這十幾個包含之前Delta個案 到近期點點幼兒園群聚案相關的兩名家長 我總算有第一例 是爸爸感染不是媽媽 他問說怎麼為什麼不是媽媽照顧 因為他兩個孩子 還有更小的媽媽去照顧 那該怎麼辦 柯文哲拋出可能讓他們優先施打第三劑 更重要的是隔離空間也得檢討 還是有其他的措施嗎 當然是可以啦 你要戴N9口罩要兔髮包裝 問題是老實講很難 這解決方法是可能隔出休息室 讓家長在照顧時間之外 可以安心脫下裝備 不過這一切都要等中央點頭 而北市也將加開疫苗接種 2月4號到2月5號 北市疫苗預約平台開放預約 只有BNT疫苗沒有莫德納 7號開始施打 高端也有才隨到隨打 由北車 義姓李堂 捷運 松山三個點 防疫從疫苗到隔離政策 得跑得比病毒快 TVB的懸負定華 吳凱里政策 安心小組 台北報導 新的一年就好像老虎一樣 站出來就充滿大氣 祝大家2022 心思像虎一樣敏銳 氣勢像虎一樣霸氣 祝大家2022做事情就像 猛虎出閘 一出手 神功就到手 快上TVBS官網搶喔